农民工农民工 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这个词的出现 回顾我们的历史 我们有农民阶级 也有工人阶级 但是农民工可能的确是中国创新的词汇 有人说 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城市开始大力建设 农民进城打工 所以简称农民工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也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 他们被称之为工人 参考国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城 基本上农民进场打工之后 都会变为工人 其实农民工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无奈的词 农民工既需要背负农民的责任 也享受不了工人的福利 可以说每一代的农民工 都是这个社会里最无奈 却有努力生活的人群 然而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老了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8632万人 当然统计报告里 没有统计6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 相信如果统计6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 会让人大吃一惊 1000万还是2000万 甚至是3000万以上的数量 毕竟60岁是男性工人的退休年龄 可能很多人都基本会忽略 退休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工人干部才有资格退休 退休则意味着老年生活有所保障 然而农民工并不符合工人这个条件 所以你会发现 大量60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工 还在工地上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生计 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个繁重有多繁重呢 最近看了一个短视频 大概就是一个年近七旬的爷爷做挑杀工 炼成了一身令年轻人羡慕的肌肉 当然这一身肌肉的背后 是每天挑着这个200斤的沙子 在工地穿梭 200斤 想想就能压垮年轻人的肩膀和脊梁了吧 看视频可能大家觉得 爷爷干活也挺轻松的 并不是很劳累 但是把画面转化为这一句话 我的爷爷67岁了 每天还在工地挑200斤的沙子 撑起这个家 67岁200斤 如果没有看过以上这个视频 你会想 怎么可能 年纪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能干着这么重体力的活 然而这确实是上千万60岁以上 男性农民工的现状 干着重体力低工资 朝不保夕的工作 为何明明已经是遗养天年的年纪 他们还要出门打工呢 根据邱风仙教授发表的 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中 第一代农民工几乎是没有什么存款的 首先 他们拿着相对较低的收入 即使他们省吃减用 但是过去20年 他们孩子的教育 结婚 房子 不仅掏空了他们过去的积蓄 也透支了他们本可退休的20年 在邱风仙教授的调查中 15.2%的第一代农民工 没有存过一分钱 存款在5万以下的农民工 则占比高达55.2% 存款不足再加上子女的生活压力 第一代农民工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干不动也许是70岁 75岁 还是80岁 加上不属于工人的农民工 也没有真正的养老保险 社会享受了农民工的红利 但却没有承担农民工的老年生活 而且中国过去常谈的养儿方老 也许在计划生育和彩礼 房价教育面前完全失灵 独生子女没有父母的帮扶 可能自己都很难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第一代农民工好像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也许有人会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自然每一代也有牺牲的人群 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 只不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已 也许现在的社会主流人群 可以坦然地说出 时代发展是需要牺牲的 但是35岁就可能会面临失业危机的你 真的跟第一代农民工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时代发展还有牺牲的话 那也许社会还能再公平一点